大家好,我是阿灿 辣椒炒肉是大部分家庭常做的一道家常菜 不仅好吃而且还特别下饭 可还是有很多人都做不好 怎么做才能够让肉中有辣味,辣椒中有肉味 今天就把详细的做法和步骤分享给大家 做辣椒炒肉,我喜欢选用这种螺丝胶 螺丝胶皮薄肉厚,辣度适中 能吃辣椒的人基本能够接受它的辣度 把清洗干净的螺丝胶像我这样切成滚刀块 全部切好再盛入盘子里面备用 再准备300克的五花肉 切成厚薄均匀的片子 喜欢吃瘦肉的可以往里面切点瘦肉 全部切好再盛入盘子里面 再准备一小块生姜和几颗大蒜子 先用刀拍扁 然后再随便给它切上几刀就可以 切好盛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把黑豆豉跟姜蒜放一起 锅中不放油,把辣椒放下去煸炒 把辣椒里面的水分给它煸干一下 放入小半勺的食盐 把辣椒炒软炒出辣味 一直把辣椒给它煸炒到表皮有点起腐皮的状态 炒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先盛出来放盘子里面备用 再起锅放入少许食用油 油热后再把五花肉倒下去煸炒 把五花肉煸炒出香味 炒出里面的油脂 这样吃起来口感香而且不油腻 把五花肉炒成这样微微卷起 然后再来点料酒去腥 少许的生抽 再来几滴老厨上色 翻炒均匀炒出酱香味 然后再把豆豉和姜蒜一起倒进来 一起翻炒出香味 再放入一点蚝油提鲜 接着再把青椒倒进来 再开大火翻炒个15秒钟 让辣椒和肉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调味再放入一点点鸡精 继续给它翻炒均匀 出锅前再从锅边喷入少许的香醋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一道非常好吃的家常下饭菜 辣椒炒肉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辣椒炒肉鲜香而不油腻 真正做到肉中有辣味 辣椒中有肉味 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 如果你也喜欢就收藏起来 下次想吃辣椒炒肉 你就跟我这样做 保证你三碗米饭都吃不够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我的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的话 就麻烦伸出您的发财手 给我点个赞吧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